我们今天来到绍兴的阿基云炉 这套房子我们刚刚开始装修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套房子我们是半包 半包 现在装修就三类 半包全包全 基本上就这样子 我们看看这部楼梯 这部楼梯我也是 我也见的比较少 反正这个也是第一次见的 那他这部楼梯呢 这个情况 他就不是整部全部敲掉了 他只是改造 改造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这部楼梯是十六档 也就是说我们说成双了 楼梯成双 那么我们讲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讲风水上的小要求 然后我们这个楼梯是要承担的 另外一个 他这个楼梯每一步的高度都很高 每一步大概是有20 将近20 那么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就是整部楼梯敲掉 重新再交过成本也太高了 而且受限于他的空间 楼梯也不能怎么变 也就是你可能敲掉以后 你敲掉以后可能他还是这样子盘 那我们讲说说后来是没有敲 没有敲就是说往外加了一步 往外加了一步 然后每一步进行那些 简单的一些改造 红砖进行那些改造 然后这样子的话 后来做完以后这步楼梯是审泄档 每一步高度大概是18不到一点 18公分18公分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我看他还突出了一点 还突出了一点 那突出了一点他怎么弄呢 就是说我们这边再用红砖气墙 接起来 接起来 把它下面顶住 是不是 等一下有一种墙给它顶住 是吧 楼梯的改造 这个等于宽度也加宽了 那你上面这个就加不宽了 几层边 两个几层边 上面木板定出来 木板定出来的话 木板定完以后等于相当于就是说跟这几个 对等于加宽了几公分 加宽几公分 原来是几公分 原来84现在加到90了 加到90这样走走稍微宽敞一点